不是说这家最正宗 在一个徐长寺来回面的千花饭 面是千千万 一推荐我来转 今天来到徐长寺 同胜回面 一家做了三十多年的老店 快两天了 人还是非常多的 三十年 你做一碗面 小碗是一 总碗是 不大不小 要个总碗多了 一个总碗 辣椒要不要 要 在这吃 黄豆走一步 好嘞 干啥 我的 好嘞 谢谢 徐长同胜回面 一家做了三十多年的老店 他的面说是收工的 马上尝尝 他这个回面里面 比较丰富 卤的肉 黄豆芽 青菜 黑的 丰富 还有虫 走啊 先尝尝糖 糖可以 糖像比较咸的 哎呀 可以可以啊 不可以 咱人家老店的对妈 收盐一上来 糖 别弄不够 烫着面 严重 我本事过介绍他家的这面 是收工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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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烫着肉 嗯 滤 滤 有点油味 平价一碗 回面的好与不好 就在 糖 面 肉 嗯 嗯 嗯 烫着灰面 什么都具备了 糖咸 面积 肉香 再来肉汤 它这个做法看重是 对这个仿装灰面 哎呦 差不多 大方要义 但是 汤 你也用为是 仰朗 这汤是真汤 哈哈哈哈 你看 仿装的里边也是放清面 嗯 我猜 我猜 嗯 它里边也放清面 这边也放清 但是它放的也有 放这边 关键关键 这边的面 我不是代表任何成见啊 就是这边的面 就是北 仿装那边那个面 比较稽稠 糖 更浓郁更香 因为这是不动它 但仿装那会面 基本都是白糖 是嘞 直接下来 清水下 对 清水下来 嗯 但是它这碗糊灰面 很小碗 整碗 大碗 一个山中 那海带吃 放的还不错 这海带都用的还不错 就是 油的样子 咱 关键是面啊 面 非常非常 鸡脏 鸡汤 还有 拉鸭灰面 比较好吃 一小二个 介绍介绍 它这个毁面 本身都带一点辣椒 但是不是说太辣 然后再放一点 不多辣 灵魂 来点醋 现在小二哥 你说 其他吃已经吃出来的经验了 先喝原糖 尝尝面 最后再放辣椒 给醋 我在今天在这个位置 就是在徐昌寺的乌鱼路上 这一家 粉丝都在说 这一家图人 是最正宗的 粉丝都在说这家最正宗 等于说徐昌寺的 毁面的 天花饭 这个天花饭 可不是我说的啊 这一放辣椒 一放煮 哎呀 这个羊汤的味儿 够扭了 下段见啊